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是風濕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元醫生你好 Hello Della好 大家好 最近我在網上有看到一篇文章 那個題目很有趣 就是說 不論你長命或短命都好 其實就不是取決於在你遺傳 或者是疾病 而是取決於他究竟是什麼 算算你能活多久 裡面的文章 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根據一個叫做 他的題目就是說 你不吃早餐 就會減受兩年半 我曾經跟大家說 一個人的健康和壯永 就是決定於你過去的生活習慣 飲食習慣 和醫療的習慣 這就決定了你了 當然我也經常說 遺傳會影響了 其實原來不是的 這篇文章跟大家 我覺得很有趣 不只是某個國家某個醫院 其實是綜合其他世界各地 第一件事 他就說 不吃早餐 就壽命會減兩年半 對 這個 這個 原來雲南省 有一個第一人民醫院 昆華醫院 有一個臨床營養科主任 叫做洪精安 他說 如果忘記或者不吃早餐 那胃酸和胃裡面的各種消化煤 它會直接去消化那個胃黏膜的層 長時間就會令到體內的細胞分泌 黏液的正常功能會被破壞 也會導致胃潰壤 十二子腫潰壤 或者是蛋劫石等消化系統問題的發生 這個是中國的 其他另外的國家怎麼說 譬如英國倫敦的帝國學院 研究發現 不吃早餐 大腦就會釋放需要高熱量的訊號 導致午餐和晚餐攝取 垃圾食品的機率大增 長期是這樣 就是肥半症、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 都一一都走來找來的了 即是說你餓餓一下 接著下個幾餐 就哇 什麼垃圾食品都拌命吃了 要供越能的了 好了 還有呢 還有就是 德國的艾朗根大學研究也表明了 不注重吃早餐的人壽 會平均縮短2.5年的 OK 2.5年是德國的 其他一隻港女子都是有些不好的東西 是 即是呢 規律健康的早餐 有助於第一 提高努力的效益 和兒童的學習能力 那小小子不要讓他不吃早餐回學 第二呢 有助於保持健康的體重 第三呢 有助於預防慢性病 這是很重要的 好 好了 還有什麼飲食的外生活方法 還有呢 他就文章上面要說 如果水果不吃得足夠呢 也都減受兩年 為什麼呢 就是說呢 多數水果都含有水分 85-90% 也都有些維他命啊 好像C啊 甲啊 美啊 和善食的纖維 那那個纖維素啊 或者半纖維素 和一些果膠的類型 那這些的物質呢 都能刺激我們人體的消化腺的分泌 增進食肉呢 有利消化那些食物的 對於食物的消化 好 那在研究裡面呢 亦都表明了呢 就是呢 我們吃到足夠的水果方面 就可以降低那個 心血管疾病的發病的風險 亦都可以降低 女性成年人的體重的增長 亦可以降低 主要消化到癌症 譬如食管癌 食肚癌 胃癌 和直腸癌的發病的風險 那根據2013年 在中國25歲 或者以上的人群裡面 水果涉入不足的死亡原因分析 就是研究裡面發現呢 就是中國裡面的人民 因為水果涉入不足夠 而造成 期望的壽命損失 是1.73年 男性大約是1.8年 女性就1.58年 要是這樣的 阿虹主任 剛才提過那位營養的 臨床的營養主任 就建議成年人每日 每人每日 一定要吃到 有一斤的蔬菜 和半斤的水果 如果大家有機會 接觸到最新的食物金字塔 你可以看到 最下面那層 是甚麼呢 是蔬菜 每餐都吃些 然後上一級 是水果 你可以看到 蔬菜要多些 一斤的蔬菜 半斤的水果 好 好了 接著有一個結論 就是 如果吃些口味重 即是濃味的食物 吃些鹽太多的 會減受1.6年 嗯 好了 我知道高血壓 經常叫富貴病 發病率 在中國可以說是高 居高不下 越來越多人 這位楊梁主任介紹 根據一個調查 70%以上的高血壓 都是因為涉入鹽過量而衍生 即是吃太鹹太濃的食物 同時也是中國人 減受的實實大的因素 居於第一位 因為高血壓的問題 當然是導致腫瘋 那些問題 漢單是在柳葉刀的 是Lancic的薯紙 曾經對40-85歲 170萬的成人 對他影響壽命的幾種行為 顯示 高血壓是可以減少壽命1.6歲的 因為你本身的高血壓 可以減少1.6歲 不是我想像都這麼高 但因為很多人高血壓 會減少1.6歲 好了 跟著還有什麼因素呢 跟著就是 我們之前也有提及過 睡覺 睡覺不夠7小時的 亦都可以導致減少1年 睡覺日常的生活是必須的 不可以少的 但有些人覺得 睡眠少一點都沒有什麼影響 但根據瑞典科研人員的 一項研究發現 睡眠時間過長或者過短 都會增加過早死亡 有些睡眠的風險 有些睡眠時間 7小時的人 比起睡多於8個小時 或者是少於6個小時的人 都會長壽一年 平均的壽命都會長壽一年 即是7、8小時應該最好 是的 即是7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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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有些人 即是有些人 即是7、8小時 即是7、8小時 應該是最好的 那全球最大的市場調查公司 一項最新的研究顯示 每日睡眠時間 比標準時間8小時 但也許是少於8小時 即是少於8小時 即是少於8小時 即是標準就是8小時 但都是標準 用我們一向認識的標準 就是8小時 你少於8小時 就少於1.6小時 相当于每年就会减少6.2天 整个年来说 就是会减少1年左右 平均的寿命 这个也挺有趣的 因为之前我们也有一集说过 有些人就想说 不要睡那么多了 做多些事情 怎知道原来 其实就相对来说 你是会减少寿 时间更少了 那个文章里面又说过 如果久坐一小时 就是坐在那里不动整个小时 那寿命又会有22分钟 是的 就是每次坐多一个小时 很多人都是坐在那里不动 所以经常说大公室也是 现在很新的做法 就是人们站在那里做事 也有些桌子是可以升高的 我现在站在那里 我儿子那张书房的桌子也是这样 升高的 很多人都喜欢站在那里做 有些工作可能真的没办法 你是要在桌子上做的了 是的 好了 我们每一人都在做这种动作 就是狗座 你知道狗座除了伤害腰椎之外 长期狗座不运动 又会来到血液黏囚程度较高 下肢可能形成深静物的血泉 有些人坐飞机坐落这些问题 这时候再去运动 血泉就会掉落 可以造成肺紧失严重起来会出死 每年很多人都是坐飞机 坐飞机而出现这个问题 其实也挺多的 虽然报道就不多见 但其实很多人有这个问题 一不小心下肢之后 就进了深切治疗部 是的 澳洲也都发现了 就是说 如果你只保持住 坐在那里一小时 动都不动 就是动都不动 就等于好像吃了两支烟 就等于好像减了瘦22分钟 所以我们其实都要坐下要动下 那美国医学协会雜誌 内科医学里面上面一项研究 也都显示 跟每日静坐时间 不要超过四个钟头的人相比 每日静坐时间 超过十一个钟头的人 在未来三年之内死亡的风险 会增加40% 我们静坐做打坐 其实也有时令到我们身心灵的调色 但是都是要適可而止 当然不是说那些 一般我们调节心心灵的静坐 即是叫做sidentary 即是经常都不动不动的那些人 就是坐在那看电视 一般人打坐 会打十个钟头 当然不会了 就是说那些人 就是经常坐在那里不动 小运动 就是我叫sidentary lifestyle 那些人 就是经常坐在那里 在公司做事坐在那里 回家又坐在那里看电视 那这些人 就是 那些人真的要起床动 就是真的要起床动一下 真的不可以这样 好了 还有脾气急 便会减受五到十年 这个情绪 9至10年 很多病都是与情绪有关的 就是第一个致病的因素 是我们那个情绪 是 急脾气的人是减受五到九到十年 是啊 很严重 有时候是否真的 真的 那个研究发现 那个女性那个硬患者的患者 是八十个百分之都是性急的 六十个百分之的人都是追求愚美的 高血压冠心病的患者 90%都是性子急的 糖尿病的患者 60%以上都是性子急的 那么最厉害的是 甲状腺病的患者 90%都是性急的 那么当然 甲状腺炎症的人 当然是性急的 这个病的其中的症状之一 那么所以可以看到 一个筷子 对我们的健康 其实是构成了明显的威胁 那就是我性情急的 什么都要快快快 但是他发现 走路快的人是健康一些的 是 我那天已经做过很多研究了 有些人走路很快的 当然能走路快的人 当然是体能好一些的 这种的快就是健康一些的 那么可能那些人走路快的人 可能都是心急的 OK 好了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食烟 食烟在研究上就说 会减受九年 嗯 这个就应该明显一些 很多人都知道的了 吸烟银害健康是老心常谈的 是的 根据美国新英联医学雜誌 那里显示 吸烟减受至少十年 但是如果是四十年前戒烟呢 就可以基本抵消了带来的 减受的效果 给不戒烟者就可以多活九年 这个我以前也听过的 有些人是长期吃烟 但是最后都是戒了 是的 发现戒了之后十年之后 其实他的寿命 那个预期寿命 是跟普通从来没有吃烟的人差不多的 嗯嗯 就是我自己爹地都吃烟的 就吃了很久的了 他最后戒了 他很厉害的 一届就戒了 有一次他有些呼吸支气管的问题 那医生就说 你今次有些支气管炎 那最好怎样呢 那烟的方面最好减少一点 就是他想着我爹地不可能戒了 因为吃五十支那些人 但是我爸爸就一下子就戒了 但是我爸爸说 其实他不吸的 就是烧烟 就是烧烟的 他一直都没有的 那结果我爸爸也活到一百岁 无疾而终 在家里坐着走的 嗯 那就是说呢 吃烟的人都不要妥气气了 是不是 就是有的够的 你停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回复回 从来没有吃烟的人的那个 那个预期寿命 是的 越早戒就越好 继续吃下去 就是减受 九年了 那最大的问题 不是减受的 有时候呢 在后来那几年呢 肺气肿的那些身份很辛苦的 嗯 那当然还有肺癌 是不是 那这些东西呢 就是可以令到你 就是生不如死的了 就是如果遇到这些这样 没错 对 早些被夹了 空气又不够 透不了气 原来你看那些肺气肿 人是很辛苦的 就是他不是吸不到的 他是放不了气的 整个肺肝就肿了出来 那最后来几年呢 就是用氧气罩里面来生活的 嗯 OK 好了 那另外呢 亦都有一些人呢 就是呢 生活离不开走的 就是一定要整天 就是保持着喝酒 那些东西 那这个呢 就是减受命呢 就是两年的 那在医学权委集资 柳亦都里面 发布了一个 涉及很多个国家 近六十万人喝酒的研究呢 得出的结果就是 四十岁的喝酒的人士呢 如果每一周涉入酒 酒精量超过三百五十个毫升的呢 那他那个预期的寿命呢 就会减少接近五年的 嗯 那而阿洪主任呢 也会介绍了 他说其实每个星期三百五十毫升呢 就不算是很多的 那因为星期七日平均 三百五十克 三百五十克 平均50克 如果以啤酒来说 就是一天一个Liter 那一个星期真的大三四罐 其实就不是说很多的 就是不是很多的 你以为我喝得很少的 那其实三百五十克的酒精 就是等于三四罐啤酒的 啤酒的 不是很多的 就是你所以很多人呢 可能已经吃了 过了这个标的了 但是所以在研究上面呢 其实都是会令到那些喝酒的人士呢 就是减少大约接近五年的 是 好了 那接着就是研究上面 又发现到呢 是过度肥胖 大腰围的时候的人士呢 也都会减少八年喔 这个都挺厉害的 在美国梅林苏达州 那个梅澳诊所研究人员呢 根据十一项研究之中呢 超过了六十万人的医疗数据呢 分析出来就得到呢 就是说 男性如果腰围超过一百零九个厘米 就是大约是三尺三尺 三尺三尺 就是差不多四十寸的腰围的男士呢 比起只得八十九厘米的腰围的男士 死亡的风险呢 就升高五十一%的 就是四十和三十啦 两尺七寸 是不是 二十四 就是三十一一一寸的腰围 是的 就是整天很多都是三十一三十二的 是的 这个相等于呢 四十岁之后 预期寿命的呢 就是减三年 嗯 如果在女性方面来说呢 就是腰围超过了九十四厘米 就是三十寸左右 那这样的女性呢 这个腰围比起呢 六十九厘米的女性呢 早亡的风险呢 就超过八十的percent 25寸腰围的那些 哇 相对于四十岁后 预期的寿命也减了五年 哇 女性的那个分别很大 是的 那根据柳叶刀糖尿病 和耐分泌医学雜誌里面 最新的研究发辨呢 就是肥胖人群呢 相对于正常人群减受呢 就是大约八年 并且呢 健康的生活呢 缩短近二十年 嗯 就是减少八年 是啊 就是有二十年的 不健康的要捱 是的 同时呢 还会带来呢 和肥胖有关的糖尿病啊 心血管病啊 痛风等等 就是令到你人生苦不堪言 嗯嗯 对于中国人而言 男性以为呢 最好都不要超过九十厘米了 女性也都不要超过八十了 八十五都可以勉勉强强的 嗯 就是这个都是 就是好像庭正元刚才医生所说的 不是说你这样短受几年 而是这里就是说引伸出来 就是你未来可能有整二十年的生活 是在非常困惑之中 是病的 病的 是的 就是可能会减少十三年的寿命 嗯 那么根据报道呢 三分之一的患癌者呢 是曾经有口腔感染 和呢 是发炎的症状的 就是牙周病了 OK 那么当然了 牙周病会导致口臭 牙胶出血 严重呢 可以导致呢 那个牙齿 就是 脱牙 是的 牙齿就是 脱落 和脱落 那么呢 在我们以前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在德国呢 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其实呢 我们每一只牙呢 如果是里面有些所谓牙周的问题 或者中过牙 也不是中过牙 即是有时候有些到过牙根 那样 那其实呢 它就有一种叫做 我们叫做感染的焦点 Focus of infection 嗯 那么其实呢 我们每一个牙呢 在德国的资料显示 就是我们不同的经络 它经过不同的牙呢 是 而经过经络的 我们那些其他的器官呢 是会受它影响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牙周病呢 是一个导致很多很多人的 很多人的寿命的问题 那当然呢 曾经我们也看到一份资料 有个牙医说呢 所有人类的病 都是牙医搞出来的 嗯 嗯 那这个意思就是 其实如果牙医 就是处理牙呢 比如 保牙保得不好啊 嗯 令到很多人的 有牙周问题啊 有牙瘡啊 那这样 那其实呢 对那身体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不是小小的 是的 很多人都是咬一下咬一下 那些牙筋就松了 脱了 那但是期间呢 其实对那身体的那个 那个 那个厌重破坏的 是的 所以呢 每天早晚拆两次牙 就可以减低那个口腔癌 食道癌的那个 那个发病率 那日本那个癌症学会呢 就曾经发表一个 显示了 拆牙责惯呢 和患癌的关系的报告 他说每天拆牙呢 两次以上的人呢 患口腔癌的食道癌的比率呢 是比一天拍一次牙的人 低30%的 完全不拆牙的人呢 那患癌的率呢 是比较一次拆牙的人呢 就是1.8倍的 嗯 好了 那我们经常都遇到很多病人呢 都这么一年纪呢 都有一些牙周病的 我有时都不知道怎么办 那当然呢 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用个囊油 是的 用椰子油 也好每天早上 囊一大一汤匙的油 含在口里 慢慢就拆拆拆拆 囊它差不多 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 囊到那些油 是变成了口水百泡的口水 就是完全没有油的感觉 那这个是一种方法 那还有一个方法呢 就是用什么呢 就是拆牙的时候呢 就加那个什么 加那些姜黄粉 OK 姜黄粉发现呢 是一种消炎的作用的 那对很多的炎症呢 是很好的 所以呢 但是姜黄粉要小心用 因为很黄的 是的 你整个星盘呢 就黄近近呢 或者你染在那些木啊 或者那些雲石那里呢 是会不甩的 所以你见到这些用的的时候呢 就是当然呢 你拆掉牙 用一些姜黄粉 放在牙刹那里呢 就是它会很多 就是做到很多地方都会黄晒的 但记住要立刻 用水沖了它 沖了它 要不然呢 整个星盘就黄晒了 所以呢 我们都建议啦 那些人呢 就是 随多用牙膏拆牙呢 都要用那个姜黄粉 那通常用一个小钢 装了它 那牙刹呢 就弄濕了之后 放在刺盘 那个洗手面盘的边缘 那倒些粉下去 慢慢放些粉下去 然后拿些粉来拆牙的 那这个呢 就是 暂时来说 是对于那些牙周病呢 是这个有效的 比较有效的方法 OK 好了 好了 那综合了刚才呢 那个文章上面的研究 那 大家计算 是的 大家计算 当你呢 我们的预期受 每人人计算 预期受就去到一百岁 那看一下你上 以上那些 你有没有做到些什么 那些坏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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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很重要的 多些运动 我们经常说 我们的健康是什么影响 我们的食物、水、空气阳光 运动休息和情绪 很多负面的情绪的人 病是很难好的 在我知道外国有很多自然医疗中心 或者帮助处理癌症病人 第一件事是看病人的心境、心态 如果发现太多负面的情绪 他们觉得是帮不到的 所以大家看到这里 这次是跨国的研究 是很好的 我觉得写得不错 也是很合理的 我听听一下也是很合理的 所以我就跟大家 只不过很多时候都听到 但是没有这次人研究出来 实际上有些数据 好像说影响你是多少 正如刚才说的 刺牙齿 日常生活要做的 但是原来因为它引发了很多 那些炎症、癌症 那些东西 就变成了令到你 吃早餐 至少不会减少两年半 尤其是我们可以用原衣生 水果吃多一点 不会减少两年 其实很多东西 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的资料 大家听众可以听一下 加加一些数据 大家基本上 你知道 感受那些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 就不要做 那你就很大机会 一百岁是无疾而终的 是的 好 今天就很多谢 袁医生再和我们一起 分享了我们的健康资讯 今天时间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药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御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好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